第四個角色 哈囉大家好我是葉東烈 今天來講的動漫是 晉級的巨人 這次來講到一位 非常真男人的角色 沒錯他就是 波爾科加里亞德 波爾科這個人物 創歌雖然沒怎麼對他有深度刻畫 但其實我對他真的還蠻喜歡的 其中一個點就是他的外型非常引人注目 一頭金髮梳著大背頭 擺著不可憐看起來有些皮帥 相信也很對許多觀眾的胃口 而另一點就是 他的個性是屬於外人內熱的類型 平常的他雖然看起來不苟言笑 一臉潔藥不遜的樣子 但其實他對他戰友以及後輩都非常的熱心體貼 在夥伴有難的時候 他也總會意氣相挺 即使在戰場上他聚於劣勢時 他也始終毫不畏懼的面對一切 奇人跟魅力 絲毫不遜於萊娜等人 所以我今天就是要來分析一下 霍爾科是什麼樣的一個角色 霍爾科從小出生於馬來的雷貝里翁收容區 他在14歲那年的時候當上了戰士候補生 與故鄉三人組以及自己的哥哥馬賽為同一期的戰友 一般來說主角要成長身邊都一定會伴隨著 一個性格容易與主角產生摩擦 能夠與主角互相較勁的角色來做陪襯 例如愛蓮和約翰就是這種點心的例子 而在牆外則就是萊娜和霍爾科了 霍爾科與成熟穩重的兄長馬賽性格完全截然相反 這時期的他性格驕傲自大自視甚高 認為自己就是戰士候不勝的佼佼者 他尤為看不起身為吊車尾的萊娜 時常用言語譏諷他 對他來說萊娜只是一個整天把明珠大衣怪在嘴上 卻又沒有能力辦他任何事情的弱者而已 憑什麼能夠擔當戰士這樣重大的責任 所以兩個人經常因為誰能成為馬列戰士的事情發生爭執 但由於萊娜本身是較為弱勢的一方 因此常常被脾氣火爆的霍爾科給壓一頭被他欺負 而作為霍爾科的哥哥馬賽 也只能為弟弟的行為向萊娜道歉 霍爾科是一名自信心爆棚的角色 他認為以自己的身體素質以及能力 絕對能成為下一任九大巨人的繼承者 但霍爾科有所不知的是 他的哥哥馬賽為了保護他 私底下向馬雷貶低了自己弟弟的名價 從而讓萊娜當上九大巨人的繼承者 而當他知道自己當不上戰士後 這個突如其來的消息 讓他感受到了他那一項以自己為傲的自尊心 如同被萊娜踩碎一般的恥辱 這是他最不能忍受的 霍爾科深刻的懷疑絕對是萊娜做了什麼手腳 但既然這是馬雷軍方決定好的事情 他也沒有辦法 看著萊娜一臉洋洋得意的樣子 霍爾科心中覺得不甘心 卻有無能為力 其實從這個地方可以看出 霍爾科雖然特別看不起萊娜 但他的哥哥馬賽僅僅只是用口頭的方式 就改變了馬雷對萊娜的看法 這讓我不僅覺得其實霍爾科和萊娜兩人的成績差距應該沒有特別的明顯 不然也不可能那麼容易就改變馬雷決定戰士的想法 純粹可能只是因為霍爾科害怕萊娜追上自己 他才特別的嫌惡萊娜 雖然霍爾科沒能當上自己所嚮往的馬雷戰士 但他不服輸的個性卻依然沒有讓他放棄 他始終以最好的狀態等待著能夠接任九大軍人的機會 終於在五年之後他等待到了一個改變他一生的女孩 那騎士的好心人 尤米爾 尤米爾自我奉獻的舉動 讓他成功獲得了二隻巨人的力量 同時也讓他得知了哥哥身亡的消息 因此他決定繼承哥哥的意志 去做一位能夠獨當一面的戰士 但其實這樣子應該不是他死去的哥哥所想見到的 畢竟他可是煞費苦心的保護自己的弟弟 不讓他上到戰場上去 霍爾科的這個舉動無疑是把自己 再次推進這個殘酷世界的深淵之中 畢竟從繼承巨人之地的那一刻起 就代表著要背負屍獨幽密爾的詛咒 注定會不平安 四年過後 霍爾科以二隻巨人的形象熟知出現在了大家的眼前 他的二隻巨人茂密的金色毛髮鋪滿了整個頭部 配上尖銳的牙齒 宛如一頭雄獅一般 一出場就有極為亮眼的表現 他首先迅速保護了作為後輩的法爾科和賈幣的生命 讓他們免於被子彈射擊 之後也一同拯救了要被反巨人砲射擊的萊納 可以說在戰場上不論是作為一個前輩或是戰友 霍爾科都是非常可靠的 而他操縱二隻巨人的技巧更是凌駕於幽密爾之上 不僅身手敏捷 其反應能力和速度都非常卓絕 畢竟怎麼說霍爾科從繼承巨人之地到現在 也擁有了四年的巨人戰鬥經驗 而說到四年後的霍爾科 如今的他因為歲數增長的關係 相比小時候更加長熟和穩重 性格也從驕傲變成了傲嬌 雖然還是有些屌然當的樣子 但卻沒那麼討人厭 在萊納受傷的時候 他甚至默默守護在他的身旁等待他醒來 即便他現在還是有些許討厭萊納 因為哥哥的死有一部分也是萊納間接造成的 但普爾科透過幽密爾的記憶看到了萊納 在島上種種的經歷以及精神分裂的過程 或許正是因為這種原因 讓普爾科對萊納產生了憐憫 才使得他現在對萊納沒有以前惡劣 畢竟某方面來說萊納也算是代替自己 承擔了這一切痛苦 也正因為他透過記憶親眼目睹過這一切 才能理解萊納的痛苦 那我們看出了普爾科 其實也是很富有同理心的一個人 畢竟他也同樣對幽密爾悲慘的身世感到同情 甚至每當想起就會露出哀傷的神情 除此之外沒有在戰場上食的普爾科 其實是一個非常討喜活潑的人物 他對待後輩愛護有加會摸摸他們的頭部 對待同輩則如同對待兄弟一般的熱情 會跟著他們一同快樂一同悲傷 就像是一家人一般 從外人的眼裡看來 普爾科就如同一個淫嫁大哥哥般親切 這種個性養成可能源自於普爾科的原生家庭 從劇中我們可以看出他的父母依然健在 而且他們一家人看起來非常的要好 這代表父母給予他的愛應該並不少 才沒造成他的性格如同即刻一樣扭曲冷血 雖然成年普爾科的個性轉變是他人物塑造的一個優點 但他這個人物也同樣存在這幾個缺點 這些缺點對他這個人物的風評產生了很大的爭議 就是普爾科過於衝動以及頭腦缺根筋 總是讓情緒佔據主導地位 尤其是在重要的時刻普爾科這些缺點 常常特別會讓他犯下許多差錯 例如即刻曾在開馬雷戰士會議的時候 所有人都發覺馬雷有在監聽 就只有普爾科沒發現 還自顧自得講起了代表家族的壞話 所幸有萊納幫忙打原場 才沒讓普爾科講錯話 而普爾科最靈能詬病的地方應該就是雷貝里歐奇異戰了 在這場戰鬥中 普爾科完全展現了他身上的那些缺點 由於他從來沒跟帕島人戰鬥過 所以一直以來他都堅信著巨人之意沒有任何人能比得上 結果在遇到了能與九大巨人一戰的帕拉蒂島人後 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畏懼和恐慌 這種心情使得他在戰場上逐漸亂了分寸 他不聽皮克的指揮自己跑去打艾連和米卡莎等人 讓馬雷這邊的陣型整個大亂害皮克被吊殺邊團圍攻 霍科甚至傲慢到認為自己能夠阻止吊殺邊團逃跑 因而衝動的直接去攻擊他們的飛船 結果卻害了自己遭到米卡莎斬斷兩條腿 甚至被艾連當成胡刀加之使用 讓他獲得了戰腿之力 害馬雷失去的一隻九大巨人 到頭來還得靠萊納捨身相救 可以說這場戰鬥 霍科真的是一個名副氣勢的豬隊友 導致他也被很多觀眾送上了一個無桃夾子的稱號 但接下來的帕拉蒂島奇蹟戰 算是讓霍科這個角色扳回了一點面子 同時他在這個場景中的表現 也大幅度地昇華了他這個人物的疏操性 這次的霍科是秉持著想要一雪前尺的鬥志來對抗艾連 結果雖然同樣被艾連打得非常狼狽 但與之前不同的是這次的霍科並沒有雷到隊友 反而是獲出了性命在阻止艾連和吉克碰面 即使被打得快無法動彈 他依然死殘亂打 而最終霍科也迎來了最勇敢最真男人的時刻 在萊娜與艾連和霍科三人同時接觸的情況下 霍科陰錯陽常的看到了哥哥為了保護自己 而選擇犧牲萊讓他當上戰士的記憶 真相終於大白 這一刻的霍科才終於明白了哥哥的用心良苦 以及對自己所付出的兄弟情 他哭了就如同一名小男孩一樣 多年的心結已解 霍科終於釋懷了 此時的他不僅無法繼續戰鬥 就連治癒身體的力量也同消耗殆盡 他拖著重傷的身體 往變成純潔巨人的霍科走了過去 也許是為了要繼承哥哥捨棘為人的精神 又或許是為了要償還萊娜這些年所替他承受的痛苦 更可能是受到前期待二隻巨人的影響 霍科決定將自己獻給了霍科 臨死之前他依然瀟灑地告訴了萊娜 直到最後我還是比你強啊 這一刻的霍科用生命進到了身為戰士的職責 並且成功捍衛了自己的尊嚴 華麗的死去 他此前身披了自由之意的衣服 如同團長等人將意義托付給了下一代 他不再是那個可笑的胡桃家屎了 而是蛇吉衛人的馬雷之盾之盾 那麼以上就是霍科的人物分析了 最後我來講講霍科的實力定位 很多觀眾在看了霍科的表現後 都覺得他比萊娜還要弱 其實我個人認為他還蠻強的 在愛蓮還未獲得戰隊之力之前 他其實是不一定會打輸給愛蓮的 畢竟在雷背裡有奇異戰中 霍科就曾使用一套組合拳壓制的愛蓮 打得他措手不及 甚至米卡莎也評價他的二隻巨人 失利不一般 此外他也曾經數字靠著偷襲 差點拿下愛蓮的人頭 是可惜每一次都剛好被愛蓮閃過 從這裡就可以看出霍科 將二隻巨人敏捷和迅速的特點發揮得很好 而且很會利用敵人的空檔和抓十幾點 但他最致命的地方 就真的在於他衝動和自大的性格 一旦戰鬥陷入膠著的情況 他就會失去冷靜的判斷 如果他能好好的聽從皮克指揮 跟他互相配合的話 相信他的表現絕對不單單只是這個樣子 但很可惜創客犧牲了他 來延續萊娜和霍爾科的戲份 算是一個非常可惜的靈魂配角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幫我按個訂閱、訂閱、訂閱、追蹤、IG以及FB 我是CDRN 我們下次再見